性历法则 你听过吗 和如何让一个单身已久的女性 轻松的脱单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这个犹太小故事的这个podcast这个节目了 我是小叶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晚安 今天又是这个犹太小故事的这个分享了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 就是关于性历法则 如何让一个单身已久的女性 轻松的脱单 而这个故事呢 就回想起我在十年前左右 十到十一年前看的那一本书 叫做Secret秘密这一本书啦 那刚好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一本书的故事呢 就刚好在最近老高的这个YouTube影片 也在分享关于这个这本书 关于这一个这本书提到这个性历法则啦 在看回来之后都还回想起 这个故事我好像没分享过 好像还蛮不错的 就分享给大家啦 我们就开始见这个分享啦 吸引力法则到底是什么法则呢 吸引力法则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容易吸引到你想要的东西来到你身边 而不是做一些你不想要的事情吸引到一些你不想要的事情来到你身边 这句话不是蛮悬的吗 这种感觉 我在说什么 好像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 好啦 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到你要去吸引某样东西呢 你就要用非常正面的想法去吸引它 就会吸引到比较好的东西 而你用负面的想法就吸引到负面的东西来到你身边 今天这个故事也就回到呢 这一号人物 这一个单身女性的身上 我忘记他这本书里面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了啦 但是这一号人物就是先听到了这个吸引力法则之后呢 他想 诶 我好像也单身好久一段时间了 我要怎样的突破这个情况 要怎样的可以找到适合我的伴侣 他就回想 他就想了很久 还是想不透 所以他一回到家呢 他就突然间看到了问题所在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问题呢 不是他长得丑 不是他长得肥 不是长得身材不好看 也不是他的打扮有问题 也不是他的行为有问题 而他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还没准备好要吸引那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一回到家 打开房间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 因为呢 他的床虽然是一张双人床 但是这张双人床堆满了他自己的东西 堆满了他的杂物 也就是说到枕头只有一份 抱枕只有一份 可能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丢到了一些衣服啊 丢了一些饰品等等等等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床只是他一个人睡 而没有准备好给另外一个人睡啊 然后之后他又打开了他自己的衣柜 一打开之后 他发现到里面都是他自己的衣服 里面都是他自己的东西 当然了他自己住到他自己的东西啦 也没准备好一个位置是给另外一号人物 另外一个人的 而看着自己的输出 看着自己的橱柜的时候 也发现到 哎 他的东西真的都是自己的东西 没有一个位置是适合对方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知道问题所在就是 他本身还没准备好这个境界 所以他就赶快的把他的床 重新整理了一份 重新准备了一份枕头一个抱枕 就是好像有第二个人存在 衣柜呢也空出了一个位置 橱柜 衣橱 都一样 全部分出来 有另外一个位置 给另外一半 就留给另外一号人物 然后他自己的行为上面 也就是说他会去做一些运动啊 那一个他想找一个 可能比较sporting的人 他就去运动 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 想要对方可以跟他一起做的活动 他就去参加 不久之后他真的找到了 他想找的那一号人物 他的Mr.Rai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的吸引到那个对方呢 也就非常轻松嘛 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就很轻松去脱单啊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到 他已经准备好迎接另外一个人 来到他生命中 准备好迎接另外一号人物 所以他就非常轻松 简单的 就可以找到对的另外一半 他一开始就在想象 他另外一半长成什么样子 另外一半会怎样过这个生活 会参加什么活动 他就去那些活动嘛 当然了你认识的人呢 也就会跟着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今天你是个宅女 你是个宅男 你就当然了 你要认识外面的人 当然就难度很高啦 你都走不出门啊 你要怎样认识人呢 就算你认识的人 在网络上认识的同样人物 也是宅男宅女吧 因为 你的特质 你的吸引力 就是你这类人物啊 你都还没有准备好认识其他 更不一样的人啊 当然你认识的人就是这些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吸引力法则 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尽量要把正面的思想 往自己身上套 而不是负面的思想 因为 你想着正面的东西 正面的东西 它会被你吸引 你想着负面的东西 只会把负面的东西 吸引来你身边 就好像磁铁一样 你如果想吸引的是 N 你就要用S来吸引 你要准备好 你要做好的条件来吸引 你就可以套得牢牢的 但是既然你要吸引的是N 但是你把自己的性格 转换成N 跟它是一样的时候 同性相册 它就会把对方推得更远 这个是一种比喻方式 也就是说到 你要吸引到对方 你要准备好你的形态 去迎接对方 你想对方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要想象成 他已经在你身边 已经得到他了 你才去做这件事情 你有一个目标 你讲 今年内我要赚到100万 好 这个是你的目标 不是空谈 你要有很大的信任 你有很大的信心 对自己你已经赚到了这100万 在这一年里面 你已经赚到100万 当然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身体 你的心理 你的行为 你就会跟着这个方法的转换 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想 如果我今年要赚到100万 那是不是我每个月要赚多少钱 我要怎样才可以赚到这100万呢 我要怎样提高我的这个收入呢 我要怎样提高这个东西 我才能做到这个目标 我要提高什么技能吗 我要提高什么才能吗 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很多这些问题了 而你已经当做是有100万的时候 你的生活方式会是怎样的 你出入会是怎样的 你参加的活动会是怎样的 你要先想好你拿100万的时候 你要怎样的生活 你今天是过了一个奢迷的生活 要很好去花钱的生活 还是说要很努力的做到你的创业 很努力的去做到你达到的那个目标 要怎样的一个方式 要想的非常完美 越细腻 越准确 越好 这样子你当然拿到这100万 就不是梦了 因为你已经想好全盘计划 要怎样去到 而且你也想好当着生活 会长得怎么样 这样子的话 你去看回很多的名人分享 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已经知道 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当然呢 难度也是很高的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一定的信任度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 催 催生吗 是算催生吗 要push自己 就是要推动自己去往这个方向前进 因为人呢 你已经有了这个方向 你有这个目标之后 你就会呢 用你的潜意识 去告诉你 去帮你做这个调整 你现在是用意志力来推动它 你用意志力来做 就是说你已经往这个目标前进 你的意志力是这样 我每天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去push你去做这件事情 去推动你做这件事情 这个叫意志力 潜意识呢 就是意志力推跌出来 你潜意识就是会根据你的意志力 而做细微调整 潜意识跟习惯有关系 它就会不小心把你的习惯 变成富人的思维 富人的习惯 那是你拿着 一百万的思维 一百万的行为动作 你当然可以拿到那一百万吧 所以在你睡觉呢 在你活动呢 在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都会影响着你 做一些细微的改变 而你是当下不自知的 这本 这个东西 我相信我在之前的节目 都提过蛮多次了 大家可以看回一些之前 好像原子习惯 我提到原子习惯那本书里面 也是提到类似的这个方法 当然了 非常难做到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信力法则也是运用这个方式 你想着好事情 就会把好东西吸引到你旁边 你想着不好的事情 就会把不好的信息 吸引到你旁边 人家讲最近都很随 你最近都很随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 真的很随 因为你都一直把 随这件事情挂在嘴边 挂在你脑里面 你前一次就会 把你move到 把你推到 那个很随的情况 很糟糕的情况 因为你就想着想去 你一直在想那个情况 你前一次就会 把你推去那个情况啊 所以当你不想 你去想正面的 你想要怎样 把东西解决 把东西做好的情况上的时候 你做好的情况的 那一个正面回复 就会吸引到你身边 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 大家可以试试看吧 大家尤其有更加有兴趣 想要研究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老高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 吸引力法则的书吧 好像已经出了三本书以上吧 一本叫秘密 一本叫魔法 一本叫力量吧 好像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吧 我相信内容应该大同小异啦 只是说它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 提到一些做法 大家可以看看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让你生活中充满了 更多的正能量 好我们的节目 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别忘了 收听就继续订阅啦 也别忘了帮我按个like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